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正如我剛才的介紹 護士診所在外國很多醫院 都得到很多醫護的支持 而且運作得相當成熟 如果我們恆恩醫院急症室決意實行 一定可以幫忙醫生的工作量 減低輕傷病人, 求診的輪候時間 更好發揮護士的職能 現在我希望大家可以舉手表態 請問有哪位支持我們推行護士診所 好 晴晴 我反對… 反對… 反對… 一定要反對…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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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下護士診所 潛潛大頭反對?還挺搞笑的 別讓自己有這麼大壓力 不行, 先喝一杯咖啡看看 你喝酒? 好 你趁我欺負了, 還要看鹹片? 什麼?這些不是鹹片 這些是少女寫真 我一部分就做完了 我等你的部分還要混合她 那你欺負了, 難道我叫醒你嗎? 當然讓你睡吧, 怎麼樣? 上網路找些娛樂而已, 不行嗎? 那就是好像 律師議員立法會開會這樣, 是嗎? 差不多 怎麼差不多? 我最近又要上班 又要搞護士診所 諮詢大會的表演 遲些又要等開庭和Rae打官司 我也有很大壓力 難道不斷玩那些什麼掌握 或是雙手? 我也要輕鬆一下 不然我也會做噩夢 你為什麼要跟我解釋? 男人看這些要解釋嗎? 那倒是, 我為什麼這麼傻? 我為什麼鬼拍後尾 怎麼跟你解釋? 我難道瘋了嗎? 資料、數據、圖表 全部都齊了 現在欠的是倉務 大家分頭行事, 你去找醫生 我去找護士, 游說兼收封 謝謝你, 給我一杯咖啡 Kelandy, 不好意思, 等了很久 不是, 等了一會兒而已 我們群組最近很忙, 很多工作 我今天早上開場三、四個會 我剛剛才能走開 這些就是歸人事望, 能者多勞 是呀, 娜姐, 你這麼能, 才能夠一點 賣口乖, 是不是按主要說話嗎? 我跟你做了這麼多年同事 別這麼耍我 入正題吧, 找個什麼事? 你知道最近我在辦醫生醫院 怎麼看? 過幾天才是諮詢大會 這麼快就要我表態 你說一句就足以影響整盤計劃了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們Kelister和其他醫院也正在行動 醫療醫院也有它的價值 又可以幫忙一下急症室 我沒理由不支持 真的嗎? 放心吧, 我知道它在說什麼了 謝謝 謝謝 嚇死人了 曲奇? 要給誰吃? 沒事, 看看而已 是不是拍拖? 不要啊, 哪有呢? 那就是玩這麼亂 你很煩, 你這麼多義 因絕短錯證 喜歡人很正常 是不是平時做慣女神, 被人追慣 現在反過來覺得很沒面子 那又不是去到喜歡 那枝包吧, 剛才還不承認 給你, 你又會承認嗎? 承認 不早點表白, 連什麼都被人搶走 你這麼說應該有喜歡的人 是呀, 有好事怕什麼承認 他在我有事的時候 躺著身來幫我 真是好男人, 很可靠 這麼好的男人, 在哪裡找 我那個也很友善, 很幫助 我那個很可愛 看到他, 什麼飯我都忘記了 我那個簡直被人稱讚他是開心果 我那個很單純, 做人也夠忠誠 我那個簡直老實 如果跟他拍拖, 一定不會脫脫 說得這麼好, 又不見你立即上 那你呢? 我將會拿的, 見你朋友才會贏你 這個星座應用程式很準確 真的? 你還記得中學高我一屆的Mandy嗎? 又胖又矮又醜, 那個是非正 對, 他就是靠這個星座應用程式 找到男朋友了 這麼瘋? 我跟你也是水瓶座的 有了 說什麼? 這個月是表白的好時機? 不過意中人太害羞 所以最好向他身邊的好朋友 賣手, 幫你們牽紅線 我想到一個人可以幫忙 我也想到 我認識嗎? 不認識, 不認識 那你那個我認識嗎? 也不認識 聽起來 我去看看 每個階層的人心裡有個夢想 夢想中的事實和意識是不是一樣 試過多少次失敗 有多少人會去關懷 不想有夢想 不想以為其他人去交代 想做就會做 他們終點只是做差幾步 我們的努力不會馬費上天一定收到美收 你剛才唱完歌就祝你出來替我跳舞 你會不會很累嗎? 不會, 怎麼會累? 不會, 我說累了, 你就先放我走 你悶不悶? 一點點吧 不如我們去跳舞 很開心, 他叫我跳舞 但是… 不過意中人太害羞 所以最好向他身邊的好朋友賣手 幫你們牽紅線 我有點累 不要緊 對了, 剛才這麼多女粉絲捧場 有沒有看見哪一個? 怎麼這麼問? 沒有, 如果你有多的話 就留給肥陳吧 他還沒拍拖吧? 還沒, 當然還沒 如果他有就沒那麼多時間 下來跟你瘋了 對了, 你和肥陳很友善 你們的興趣又差不多 你們會不會喜歡某樣的女生? 也會的, 我們也喜歡一些知性的女生 怎麼這麼開心? 沒事, 我看肥陳平時這麼粗獷 如果他和一個知性的女生在一起 一定是一對分離這群 差勁 你們倆說肥陳 其實不是也想試探我嗎? 很悶 不如… 是電話嗎? 好啊 不行, 程式說我可以自己出手 還是不要了, 先休息一下 小心 請 我叫你不要喝那麼多了 好啊 開心嘛 開心嗎? 肥陳 你坐了一整晚 你覺得Alison和Arian 先別喜歡我 我肯定是 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看 你看他的鋪子嗎? 兩個瓶? 下瓶 兩個瓶? 每樣都是打媽媽 我們四個人 為什麼不拍四個瓶? 四個瓶? 他們很明顯想暗示 想和我們某人一相一對 那個當然不是你了 是我 是嗎? 那倒是 他們跟你跳舞都不和我跳 你也說是 不過這次就慘了 他們做什麼呢? 時間都一樣 隨時他們同一時間來跟我表白 那你叫我選誰? 肥陳, 選誰呢? Arian是大方得體 又是家人 如果將來家人有什麼事 都可以找他幫忙 Alison是比較潑辣 不過他愛眼內熱, 心地善良 又勤力又尚進, 成績又好 好啊, 還有啊, 她很喜歡唱歌 跟我們興趣也很像, 還有啊 等等… 你一直在這裡推銷Alison 你就是叫我選她嗎? 不是啊 不是? 你還喜歡她嗎? 不是啊 那我跟Alison比較熟 那我就不小心說多了 兩個都是好女孩 我不想說傷害她們 那我唯有犧牲我自己 那到底怎麼樣?兩個都不要嗎? 錯, 是兩個都要 你這些不是叫犧牲 你叫一腳踏踏船, 賤家 不…你先聽我說 我不會跟他們分手 那他們隨便放手的話 我還不跟剩下的那個一起 那我也把選大權交給他們 對, 那我還不是叫犧牲嗎? 不行的, 如果事情穿了很大件事 對, 我決定 你不說, 我不說, 誰先知道 各位同事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我們的部門計劃推銷護士診所 所以今天想收集大家的意見 兩個集思講義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計劃怎麼看 你們不用害羞 這個計劃雖然我提議 但是你們才是護士診所的抓狀人 如果沒有你的額頭 我絕對不會推行 阿達, 你是APN的經驗最豐富 你怎麼看? 這個計劃挺好的 Dotus, 你們呢? 雖然你們是負責姓珍 但是你們是負責監製工作的 所以你們的意見也很重要 Lora, 你知不知此支持? 我也欣賞Kennedy和David的努力 我個人認為… 不好意思, 我反對 現階段要開設護士診所 在我們的部門來說, 未成氣候 我需要更周長的考慮和資源配套 Lora, 你怎麼這麼說呢? 我們醫院的A&E 無論成績和聲譽 在系統來說, 都是數一數二 我們每天處理的案件 是其他醫院的一倍 是一倍 所以我們無論在技術、資源和經驗 都被人走先一步 其他醫院可以, 行恩也可以 你說得很對 我們接觸的病人是別人的一倍 如果有什麼差池的話 出錯的機會, 都唯一倍 還有, 我們醫院方面 其實醫院的人手不足夠 不過資料提到 診所每一間會有一至兩位 護士用職業, 應該沒問題 重點是, 負責的一定是 専門醫院還要讀有關的課程 你們那邊有這麼多人手 有這麼高級嗎? 我明白你們擔心什麼 但在未實行之前 我們會派人去讀 醫院醫院訓練習 這個計劃, 人手調配方面不是問題 對不起, Daffy, 我們談過 要護士獨立去處理病人 壓力很大, 最怕是斷錯症 如果這個計劃真的落實了 是不是真的要把我們的専門醫院調走? 但是急症犀的人手一向都不夠 那就是想加重我們的工作 其實這個課程時數又長 功課壓力又大 真的不是很多手足願意想讀這個課程 在護士診所裡, 打石膏、做腹胃、瘕魚骨 多數都是護士負責 不是人人都可以背下這個危險嗎? 大家先冷靜一點 我這個提議都是為了整個急症失號 我們理解診所的好處 你對APN 你應該明白護士的職責 是護理病人, 不是醫病人 我們做護士的, 只是想做好手上的工作 不是很想處理醫生的部分 聽完大家的意見 我看我們也需要多點研究和資訊 今天這個項目暫時先保持 辛苦你們兩位, 散會吧 進來 老婆 謝謝 你要的蛋字, 凍檸茶, 小冰小甜 好, 謝謝 還有這個 我沒有叫水果的 下打買來謝謝你的 坐吧 那倒是, 醫生想搞護士診所 每個人都打算假文主, 沒得推 幸好有這個舊世主出現 替你們說話說拒絕, 救回他們 我沒有幫他們 我只是說我覺得是正確的事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公平 這麼顧全蛋局 像是Ton和Daffy一樣 兩個沒材料, 就在這裡整色整髮 對, 最壞的是什麼? 打算去拒絕表現犧牲的同事 當然是不知所謂 別胡說, 做什麼我不管 我只是做好我的本分而已 好, 太好了 不過其實我也不反對護士診所 不是說的, 只不過Dr.Long的看錯人 找錯了他們而已 我沒聽過Dr.Long明年退休嗎? 有, 做什麼? 如果沒有意外, 我想COS在這個位置 一定是Dr.Tai你做的 我有說我想做COS嗎? 你沒這麼說 不過Dr.Ton這次特為失敗 論來而知和經驗在這間醫院 我想除了升你之外 或者想不到可以升誰 生氣了, 我沒用的 下車跟那些女朋友伸一下 今天氣場太厲害, 怕嚇倒他們 是嗎?看看 是呀, 氣場集中在你的臉上 很灰, 你臉上吞了多少灰 好笑吧? 被人滑倒腰了, 還會開玩笑 還笑? 那又怎麼樣? 難道抱著你哭嗎? 這就是我梳化才有位置讓Long來進去 認識Dr.Tai這麼多年 除了知道他實幹和有原則之外 原來他還有另一面 所以我經常說 權力真的可以令人腐化 這次他善得我這麼激 肯定他很想做COS的位置 但是你們爭還爭 犧牲他的護士診所不值得嘛 我知道 他人的護士診所其實真的能幫到 老大人, 我們去出發點是沒有錯的 我答應你 我一定繼續跟上面爭取 只要你上面的Dr.Long就快退休了 看你能不能打過Dr.Tai 那倒是 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也知道我最討厭跟別人鬥 不過, 護士診所這麼正面 我一定會出招力去爭取 你相信我, 一定行… 婷婷, 不要哭了, 今晚回來了 嫂子, 臭婷, 幹嘛哭? 哭了什麼事? 媽媽, 你告訴我, 就軟了 現在最討厭就是我了, 老懵懂 餵多了魚糧 你乖不要哭, 媽媽也有買過新的給你 這麼像上次吃到媽媽中毒的菇? 我明明已經丟掉了 媽媽, 菇這麼毒, 魚不反肚才站起來 來吧, 菇芷, 為什麼你的手這麼骯髒 這是什麼? 我…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撞到 你還說謊? 這些分明就是包菇裡面的木糠 你藏了包菇在哪裡? 你明知道菇有毒, 你拿來餵魚 你分明還有毒死魚, 為什麼你這麼頑皮? 是嗎?沒有, 難怪我事 你還不拍? 晴晴, 快點說對不起 都說我沒有了, 為什麼你們不相信我 陳曉晴, 抱歉 對不起 好了…你不會教的, 讓我來教 夠了, Effy就說小事, 我不怪她 但是婆婆, 你做了這麼多年人 不如是適合你坐來不懂分嗎? 上次晴晴不做功課, 這次毒死條魚 每次我罵她, 你就幫著她 她現在越來越頑皮了 都因為你中她而已, 你還說幫我教? 算了, 算了, 別吵了 媽媽也疼我 夠了 你發人很假, 在外面對著選民 你可以拼心拼命 但是回來後, 所有事你都當透明 為什麼你在外面可以做一個好先生 回來家裡, 你不可以做一個好爸爸 好老公 律師那邊已經準備好人證和物證 到時候上庭, 可能會傳著我去做證人 對, 你要心理準備 好, 沒問題 最重要是要弄清楚這件事 幫阿花拿回室去的東西 不好意思 喂? 大吉隆 我馬上過來 不好意思, 我要開會 進來 不妨礙你們 不妨礙, 你找我有事嗎? 我要開會 不妨礙, 我還想問你 還有沒有兒童心理學家介紹 現在澄清看開的 進展好像不太理想 好, 你等我先開完會, 好嗎? 好 我想我一個朋友可以介紹給你 好 我幫小晴做了一個CT掃擴 和腦電波圖 報告顯示小晴的腦部正常 應該不會是刪腦或腦肩症 為甚麼晴晴她經常都那麼失控 不是埋燥呢? 如果她的腦沒事, 會不會是精神病呢? 根據我對她的觀察 我留意到你女兒 她對自己做過的事很容易忘記 而且她會將一些她做過的事 或是沒做過的事混淆在一起 加上你們跟我說她的生活細節 以及讓我看她的片段 我初步懷疑她患了解離證 解離證? 簡單解釋吧 解離證是當患者處於極大壓力的時候 啟動了她心理上的自我防衛機制 令患者對一些她自己做過的事 產生了失憶的情況 失憶? 那就是說 我們經常以為她做的事不承認 罵她說謊話 其實她不是說謊話 只不過自己做的都忘記了 那會不會因為我們經常罵她說謊話 她覺得很冤枉 所以情緒變得那麼失控和暴躁呢? 有這樣的可能性? 難怪晴晴經常都這麼不開心 原來是經常被我誤解 那其實是什麼辦法可以治好呢? 這樣吧, 我會慢慢疏到她的負面情緒 接著要給她的日子, 應該對她有幫助 謝謝醫生 謝謝Sir 晴晴 之前晴晴不是說很想看Tolson的嗎? 媽媽買了這些, 我們一起看吧 不看了 我看她的眼睛 有人寄了一封信給你 如果晴晴有眼睛, 別看了 那是什麼信?我要看 是什麼? 什麼字? 這些是InstaTwitter國的文字 之前媽媽也學過, 要不要讀給你看 來 親愛的晴晴, 我是一個見習女巫 之前因為貪玩, 所以用魔法 偷走了你的記憶 但是我的法力太差了, 還不回給你 累到你有些東西忘記了 又累到你經常被媽媽鬧謊言 是嗎?偷走了我的記憶? 見習女巫要向你道歉 對不起, 在信封裡面有粒藥 吃了之後不會記得不開心的東西 最後祝你早日康復, Lulu賞 媽媽, 你現在相信, 我沒說謊言 對不起, 之前是媽媽誤會你 以後媽媽什麼都相信你, 好嗎? 謝謝你 法官閣下, 根據情相的資料 唐逸華先生在離世前兩星期 突然立了一份新的遺囑 新舊兩份遺囑的內容 最重要分為兩點 第一, 撤換遺囑執行人 原本是由永樂信托管理有限公司 那位由答辯人楊志明先生出任 第二, 將接近八成的遺產 轉陣給楊志明 但楊志明只不過是 唐逸華先生的私人看護 楊志明是一個錯一症的患者 曾經在英國的療養院裡面 襲擊一名女病人 而唐逸華在離世前三星期 雙方曾經發生過爭執 最重要的是 唐逸華在立新遺囑之前一段時間 曾經在醫院裡面昏迷過 很有可能在頭腦不清醒 精神不健全之下立一份新的遺囑 基於以上理由 我代表我當事人 唐逸華包卿, 唐逸進先生提出訴訟 懇請法官閣下 宣判唐逸華新立的遺囑無限 李南先生 你和唐逸華是什麼關係? 唐先生是一艘帆船 他生前請我做Bullboy 替他打理這艘船 根據資料顯示 你是目擊唐逸華先生 以及答辯人楊志明先生 發生過爭執, 是不是? 是 那是什麼時候? 大約是四句之前發生的 那時候在碼頭經過 聽說唐先生的船上給他一點吵 我看過去看看 就看到唐先生和他朋友楊先生在吵架 杜善花小姐 根據資料顯示 你是唐逸華先生的前任女朋友 也是楊志明的同事 你會怎樣形容 唐逸華和楊志明先生這兩個關係? 楊志明 他經常陪Alpha去學玩樂 三年前 我和Alpha還沒分手的時候 當時Alpha患了癌症 我勸他在香港治病 但是楊志明, 他反而唱反調 不僅僅鼓勵Alpha 還陪Alpha去參加飯船比賽 就是這樣, 他去了針對房間 法官閣下 根據我情相的兩份文件 第一, 是一份醫療報告 可以證明我當事人楊志明的躁鬥症 已經康復了 第二, 由於英國療養院 這件事件已經排了期內部聆訊 而我當事人已經申請了 在聆訊結束之後才會交代詳情 以及呈交相關的文件 唐逸進先生 你會怎樣形容 你和你弟弟唐逸華的關係? 對, 同父而無, 同父而無 小時候我去讀同一間小學 初時不知道大家是兄弟的時候 我們的感情很好 後來知道了大家的關係 我媽媽不想我們再有接觸 所以疏遠了 到最後, 愛大家的父母都死了 又有回原來 楊志明先生 你知道為什麼唐逸華會找你做遺囑執行人嗎 他一向都很信任我 我除了是他私家看護之外 還要相識當年的好朋友 我們關係很親密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唐逸華沒有把遺產留給你 而專贈給一位非親非故的私人看護呢 因為之前那個人, 就是我們的爸爸 過世的時候 我拒絕接受他留給我的一分一毫 我很清楚我和弟弟阿佛說過 說我自己現在生活得很好 我答應過我媽媽 我是不會接受唐家的任何遺產 據你所知 唐逸華先生有沒有向你透露過 會把遺產轉陣給楊志明 沒有, 從來都沒有 怎麼可以證明你們的關係 是這麼密切 他有一個秘密, 只有我才知道 是什麼秘密? 唐逸華, 阿佛, 他有易伏迫 他從來都不觸碰女人 只有穿了女人衣服的時候 他才有性高潮 楊志明, 你站在這裡 你很卑鄙 阿佛, 為了搶不遺產 冤枉我弟弟的易伏僻 你是不是人? 我沒有冤枉他 我說的全都是事實 你說什麼就行了 阿佛不在, 死無對證 他有什麼得罪你? 其實易伏僻有什麼問題? 又不是殺人方火 說到底, 你是怕他影衰你 你閉嘴, 我是阿佛的唯一親人 你別再侮辱他 親人?你對著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你有多了解他 阿佛和Sylvia拍過拖 如果他是易奉逼的 Sylvia最清楚 告訴他, 阿佛沒怎麼說 告訴大家 你有沒有試過令阿佛的性高潮? Sylvia Sylvia 一個人冷靜了這麼久 心情會不會好一點? 沒問題 喝咖啡? 我可以叫他小甜的了 謝謝 其實保持不保持都是一樣的 反正也沒人看 看你對我這麼好, 想我喝飲品 說個笑話給你看 好 我試過在阿佛面前脫衣服 但怎樣也沒碰過我 只抱著我, 在床上睡 其實我看你剛才打阿Ray打得這麼狠 我也猜到他講中了 阿Ray的嘴巴這麼壞, 他是抵達的 但我最生氣的, 其實是我自己 我為何不可以令男人 跟自己發生性關係 我這麼想, 是否很奇怪 你的想法我完全明白 你怎會明白 你有老公, 也有女兒 其實我們很久都沒有性生活 其實兩個人的親密關係 有很多因素 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有人說一對夫婦的性關係 就像結婚前的不禮金 多少三文海誓 也不及不禮金, 你也這麼實際 我直接問過Alta 她說女人是要來爭生 不是用來蝕辱 所以你相信她 經過今天,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開心是要自己選擇的 如果連這個自由也沒有 就要學習如何騙自己 也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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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會 沒有想法跟他 說明自己有些船 , 當然 已有漆 你沒有嚇壞你吧? 沒有 剛才我看到你買魚和菜 你爸爸是否今天回來吃飯 對了,我買了NASA最喜歡吃的牛扒 我今晚煎給你倆父女吃 不用,我剛才已經買了菜 你不當我是自己人嗎? 我趕時間了,再見 什麼事這麼緊張?Patrick來煩你嗎? 是Fanny Fanny? 來吧 鑰匙… NASA,牛扒很好吃 希望下次可以跟你分享 跟你啊 發給你的同理吧 你載了他的微信和電話 他無法分享給你,他當然來找我 我為了避開他 UFO研討會找我做嘉賓,我又不去 那些粉絲叫我去聚集,我也不去 我想他自訂就走了 走了,我走了來我那裡 爸爸,我這次真的被你累死了 你快幫我想辦法搞定他 怎麼想?叫外星人接走他? 阿威,這個女人癲癲癲癲癲癲 你出門口也要小心點好嗎? 不小心也不行了 你餓了嗎? 什麼? 一包米還是兩包? 煮什麼飯?出去吃吧,去去爬 想去去爬就去Fanny 我說在家裡吃廚家飯 隨便你了 什麼事? 爸爸,什麼看? 什麼看? 什麼看? 爸爸…怎麼辦? 對了,怎麼辦? 那個人哪怕 它那個人哪怕 他都在家裡 有些人哪怕 就是你的人哪怕 不是好嗎? 你有什麼看過 有你說的 你為什麼要報告 我不是在家裡 我先說 就就那個家裡 在家裡 我只是因為家裡 你要玩, 你就出去玩 你別在這裡吵著我, 好嗎? 為什麼是我出去, 不是你出去? Alpha很能玩 不過沒想到她哥哥那麼不玩 南中國海一手開往香港的貨櫃船上 一名船員跌下船艙受傷 男性, 50歲 我們三個在做事, 突然還風還雨 外面起了很大浪 我們的船搖得很厲害 我們一位手足一時其穩掉到下面 剛才他們還有知覺, 會叫我們 但現在就聽不見了 你覺得下面大距有多深? 也有幾十尺深 帶我們下去 好 歇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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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我們繼續走 就在那邊 一位先生,你還清醒一下 我們是飛行醫生和飛行護士 現在幫我檢查,再幫我看同行 檢氣管儀的位置在右邊 檢植物腦障,應該是汽雄 Hepo Seco,告中差我腦 我看你的骨頭,痛不痛? 這裡呢?沒有骨折,幫我聽聽 左邊白肺腺不要嚴重 要馬上做空腔隱藏,來 Irie,十四指 你不用怕,現在我們幫我做空腔隱藏 好 留一張 是嗎? 你想怎麼樣? 幾支筆 你哪裡找到的? 船艙 楊史明 剛才謝謝你 好, 去吧 何打 旁邊Crosse護士診所那邊回覆了我 歡迎我們今個星期去參觀 明天有時間嗎?我們一起去吧 明天家人生日, 不行 那後天呢? 後天我兒子考試 我要跟他的功課, 真是走不開了? 那要不我跟他們改期, 就你方便 你哪天行? Daffy, 別預約了 我又上班又照顧家 我真的沒那麼多時間 和心力應付這麼多事情 說明明的 你說了, 人越大就越天真 本來我以為護士診所很容易搞 其實呢, 難過登天 做人一向都很難 做有意義的事更難 做人一向都很難 很漂亮 救回機會等於越來 我發現你最近越來越暗沉 不喜歡說道理 我直接說會傷害你嘛 你知道你, 不被人說就行 對, 你知道筆花了嗎? 對, 是那個Ray弄電 他是故意的嗎? 那倒不是, 是他撿回給我的 看來他這個人也不是那麼差 現在是不是你年紀大了 連心腸都會軟了? 他現在挖到Alpha是易服癖 我還沒跟他算 但是Sylvia有跟我說 他說Ray沒說謊 他跟你弟弟真的沒發生過關係 那又怎樣? 這樣可以胡說他嗎? 你別這麼耐心 我這樣說是想你先有個心理準備 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連你都… 你都以為我弟弟不正常? 你站在哪邊, 你不是在幫我嗎? 我當然幫你 給別人, 我根本不會理會 但是下次上庭的時間就來了 如果人家真的有證據 證明Alpha是易服癖的 你怎麼看得到呢? 你有沒有跟律師談過, 要怎麼打呢? 夠了, 我不想再聽他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那你跟你老公呢? 你不是想再一直以為是玩的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都不想再自欺欺人了 讓他哭了 謝謝你 你 grizzin 2 是我 你不會再自欺人了 想不再跳 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